盘点蛋仔的成长史 蛋仔从小到大的样子 你都见过吗 快叫上蛋搭子 一起来看看 首先是三岁的蛋仔 他发育已经成熟 有胳膊也有腿 如果你喜欢三岁的蛋仔 那么请点一个赞 让我看看 有多少小伙伴都喜欢三岁的蛋仔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三岁的蛋仔 他的肚子是非常有弹性的 他用肚子 可以把其他在蛋仔岛上的蛋仔 用肚子直接撞飞 并且我和学姐还发现 三岁的蛋仔也是会使用道具的 可以把街边的道具拿起来 放到地上 然后引爆他 但是两岁的蛋仔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小伙伴们 你们看这是两岁的蛋仔 这个时候 蛋仔正在内测阶段 很多小伙伴都没有开始玩蛋仔 他只有脚 并没有手臂 在老版本蛋仔岛玩耍时 只能用自己的脚 在蛋仔岛上跳来跳去 很是可怜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此时此刻 我们看到的是一岁的蛋仔 这个时候 是蛋仔派对第一次内测的时候 很显然 这个时候的蛋仔 他连手和脚 都是不能随时拿出来的 都藏在自己的壳中 只有比赛时才能拿出来 并且来比赛的时候 他都是需要带着 自己的蛋壳奔跑的 在进行比赛的时候 由于带着蛋壳 所以非常的不方便 小伙伴们 这就是蛋仔岛上的蛋仔 从三岁到一岁时候的样子 小伙伴们 你们都见过他们吗